大家好,我是陳寗 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說 如果你真的買不到口罩的話 你其實可以就用布口罩 然後裡面加個靜電濾網 其實那樣子也可以大幅提升 你整個口罩的過濾能力 事實上你如果買醫療級口罩 它中間那一層也是屬於這種靜電的濾網 可是那個時候就有人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不要在裡面夾火星燈 因為我影片裡面有說就是 千萬不要在裡面夾火星燈這件事情 那下面就有兩個留言我印象比較深刻 第一個就問我說為什麼不要 那這個一定要讓大家了解 其實這之前有講過 不過沒關係我們今天再來 好好的深入談一下火星燈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火星燈明明就是可以吃的東西 為什麼不能吸到肺裡面 這是說我亂講就對了 然後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我覺得這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談談這個 火星燈濾網到底它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以及你到底該如何正確的使用它 今天就來談談這些事情 那開始之前呢 記得要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打開通知 然後呢記得留言 陳寗你好棒 那我們就開始了 這個火星燈濾網呢 其實我們之前有講過它是什麼 不過沒關係 我們再說一次 火星燈濾網呢 很多人以為它就是用碳做的 其實不是啊 你看到它上面有這樣子像網狀的東西 好像是塑膠網 那你沒猜錯 它真的就是塑膠網 火星燈呢其實是一種粉末 它是用比如說有的是用竹子啊 或者是椰中纖維啊 在高溫高壓的環境下呢 把它燒成粉末 其實這種實驗呢以前我們在國中的時候有做過 就是你把竹筷子 如果你竹筷子直接用火燒的話 就燒掉就沒了 可是呢 如果你用鋁箔紙把它包起來 包好包緊之後拿去燒 燒完之後你就會得到一根 竹筷的碳 就是 你好像看木炭那種感覺 就是一根那種碳啊 那個就是 怎麼做碳就是用那種方式做出來 那火星炭當然就更複雜一點 因為呢 它需要把這些植物的纖維啊 把它燒出更多的孔隙 因為實際上我們在除臭或者是吸收水氣啦 或者是一些有機氣體 都是靠這些活性炭的孔隙來吸收的 所以呢 在這種特殊的製程下 它就要把它燒出更多的孔隙 才能吸收更多的什麼臭味啊之類的東西 那你說 那一個是粉末 一個是塑膠網 這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啊 其實粉末之前也有給大家看過 你在化工廠就可以買到活性炭的粉末 可是呢 你如果把粉末丟到空氣清淨機裡面 不是飛的到處都是嗎 所以呢 它這就是用塑膠網呢 再去把活性炭的粉末 黏到這個網子上面 有沒有超簡單的 其實就好像什麼玻璃鍍膜那種感覺 就是把粉末把它吸附在這網子上面 那你這個網子上看著它是黑色的塑膠網 但實際上 它是一個普通的塑膠網上面附著了很多的活性炭粉末 那之前也有講過活性炭的濾網 其實是一種水很深的東西 因為呢 很多廠商 它的活性炭 有的呢 看起來像 有的呢 摸起來更像是塑膠 其實我一直說它像塑膠 但其實如果你真的 比如說你之前有在陳寗商城買了 陳寗嚴選的話 你其實摸就知道 它摸起來有一點 就是它是塑膠網質感 可是你摸的時候整隻手都會粉粉的 那是因為呢 它其實一直都在掉活性炭粉 但是 有一些品牌的這種活性炭濾網 你摸起來呢 就是 整個就是塑膠網的感覺 而且你看它還會反光 然後又不會掉粉 其實呢 坦白說 很多那樣的活性炭濾網 它都不是活性炭濾網 它只是 染黑的塑膠濾網 所以呢 活性炭濾網 它有幾個要點 第一個呢 它一定得是這種網狀的東西 因為它要讓塑膠網 就是 把活性炭附著上去 再加上它網子 如果密一點的話 它可以附著更多的活性炭 這樣子除臭的效果會比較好 第二個呢 它通常都要會掉粉 因為 你這個活性炭粉末 黏上去的這個工法 其實 除非你黏的很少 不然通常都還是會掉的 那至於有的 那看著就是塑膠網 然後跟你說是活性炭 不好意思 那絕對有問題 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活性炭濾網就是這樣 可是你一定會想 可是 之前陳寗不是說 像那個什麼 Opure的小阿肥 或者是大王裡面 要用顆粒的濾網 那為什麼會需要這種活性炭濾網呢 其實 原因很簡單 因為很多的機器 都沒有那種顆粒的活性炭 其實你看 現在看市面上的機器 有顆粒活性炭的空氣機 清淨機真的很少 就大王 阿肥 跟小阿肥 可是現在這個全部 因為肺炎的關係 所以全部都沒貨 那現在 真的你要找到有顆粒的 就一個很貴的安利 或者是很貴的 一些 什麼瑞士品牌之類的 然後 再來就是 品質子那一台 在陳寗商城上 也有品質子那一台 有顆粒 其他的都沒有顆粒 那這種機器 你說可是我就是要除臭 那我要這活性炭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就是用這種東西 你說買這麼大捲幹嘛 就是 你把這個買回去 剪成你加空氣清淨機的形狀 然後呢 直接把它纏在你的HEPA的外面 這樣子呢 你的機器就有活性炭的功能 就是這麼簡單 很多人問我這幹嘛用呢 其實 最主要的功用 就是來添加你空氣清淨機裡面 去除臭味跟有機氣體的能力 可是呢 這個活性炭濾網 他畢竟就是一整片的活性炭粉做出來的東西 所以呢 那他到底還可以幹嘛用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很多人沒想到 就是用來放在冰箱裡 很多人的冰箱啊 家裡不是都會 因為放了很多菜啊什麼 然後菜又忘記丟 最後冰箱就變得很臭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有人說洗冰箱 但你要知道 因為 其實空氣在冰箱裡面有風扇 他是一直巡迴的 所以很多那個臭氣都已經附著在 你整個風扇的循環的管道裡面 所以你洗冰箱 一直是把看得到的地方洗乾淨 裡面還是一樣臭啊 所以呢 這個活性炭濾網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你買回去之後把這整片把它塞到冰箱裡面去 這個活性炭呢 就會開始吸收冰箱裡面的臭氣 那根據我的測試 差不多在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之間 他會把你冰箱裡的臭氣都吸掉 當然有一個前提 就是你必須先解決發出臭氣的那個東西 比如說壞掉的食物或者是什麼 把它扔了 然後呢 把這個活性炭整捲把它塞進去 你的冰箱的味道大概在一週到兩週的時間內 它的味道就會消失 因為我家的冰箱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我放進去之後呢 現在就沒有味道了 現在裡面唯一的味道就剩下水果的香味 還蠻好用的 那你說為什麼水果香味不會被吸掉呢 因為 我把這個拿出來了 因為之前吸完之後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活性炭它是有極限的 當你發現你的活性炭怎麼吸 味道都不會變 而且甚至反而這個活性炭本身會發出臭味的時候 你的活性炭就該丟掉了 你不要想說 這樣子一整個要699 那是不是我不要扔比較好 其實不是 我之前也有講過 不管是什麼濾網 只要你看起來它好像已經髒了 或者是你聞起來它有臭了 這個東西都要丟掉 不然你只是不斷地把它上面附著的髒東西 再次散發出來而已 所以這件事情一定要記得 那你說這個東西可以放在空氣清淨機 可以放在冷氣 可以放在這個 其實 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 冷氣你不要放整片把它整個遮起來 你就放一些就好了 這個東西跟HEPA 不一樣 你HEPA 你一定要把它整個遮起來 可是呢 活性炭其實是一種 你就算這樣子放在旁邊 它也會不斷地吸收臭氣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減一點點 有的冷氣像是國際排冷氣 它上面不是都會有那個 一個小小的濾網 你可以用那種方式 可以吸收你的臭氣 但是我覺得最好的效果 其實還是要用空氣清淨機 所以這個東西你空氣清淨機 冷氣都可以用 你可以試著去用它來 除掉你家的臭味 但是還是記得 一定要先解決發出臭味的那個 發出臭味的東西 不然這個真的是 就只是治標不治本 最近我們常講治標不治本 那個就是所謂的治標不治本 你那個發出臭味的東西不丟掉 你一直用這個 你只是在浪費錢而已 所以大概是這樣 可是呢 這個是我們就要回到最開始說的問題 活性炭是可以吃的東西 為什麼不可以吸到肺裡呢 其實很簡單 水也是可以喝的東西 可是你水可以吸到肺裡嗎 所以呢 千萬不要有這種誤解 什麼什麼東西是可以吃的 所以它進入人體就沒有問題 其實這是兩碼子 是你水可以喝 但是你不可以放到肺裡 就好像你空氣可以吸到肺裡 可是空氣 你不能直接拿一個空針筒 打到你的血管裡 那會死人的 所以呢 為什麼你看護士姐姐 每次打針的時候 都要先按出來一些 要把裡面的空氣弄掉 才不會打到血管裡 所以呢 你不要說什麼東西可以進到肚子裡 就一定可以進到別的地方 沒這回事 活性炭呢 它可以喝到肚子裡 可是吸到肺裡 卻會引發肺部的病變 可能肺會發炎 所以呢 如果你看 很多實驗室的那種安全守則裡面 都有提到 活性炭中毒 也就是不小心吸到肺裡的時候 該怎麼處理 因為在實驗室裡面的活性炭是整罐的粉 所以真的有可能會發生吸到肺裡的問題 所以呢 千萬不要有這種錯誤認知 就好像前陣子 居然有人說什麼 氫化物可以殺病毒 有看過柯南的人都知道 氫化物吃了會死掉的 你千萬 如果有人跟你說 什麼東西可以做什麼時候 麻煩各位 Google一下 活性炭到底能不能吃 可以 但是可不可以放到肺裡 不可以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麻煩大家Google一下 那也因為呢 它不能吸到肺裡 所以這個東西拿來做口罩是不合適的 可能有人會說 那我用個靜電濾網先把它包起來 再放到口罩裡這樣好不好 這樣子其實呢 靜電濾網我之前就有講過 它其實就像N95口罩一樣 N95也不是百分之百過濾 它是95%過濾 所以你說它會不會漏掉 一定會的嘛 那你拿口罩就是為了避免什麼PM2.15 這些小東西進到肺裡 結果你又放一個活性炭 那何必呢 那你說如果我真的就是 在一個很臭很臭的地方 一定要放活性炭那怎麼辦 你買一個那個3M的那種防臭面具 那個效果就很好了 只是戴起來看起來很好玩而已 不過呢 如果你真的有這個需求 那你就買一個 但如果是家裡的問題 比如說家裡很臭 廁所很臭 那麼這個活性炭都是有用的 你就把它放在空氣清淨機的最外層 或者是放在你的冰箱裡 或乾脆整碟 就這樣子把它放著 都是有效果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今天呢 那這活性炭的用途以及注意事項 就講到這裡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想法 或者是關於一個空氣的問題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們之後再來討論 那最後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按讚加分享 當然也別忘記留言說 陳寗你好棒 那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